在二世纪的上半段的时间当中 有一个极为有影响力的基督教的神学家 叫做巴特 他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神学家 因为在当时候 二世纪的初期 新派的神学泛滥在各地 引起很多思想当中的震撼 可是这位巴特 他极力的主张 必须要从哲学的那种辩证当中 要回到圣经的研究里面 他特别强调神的无上的主权 还有他深深的相信 耶稣基督是圣经的中心 所以虽然他有一些的看法 我们并不是很同意 但是因着他这样的坚持 影响了那个时候的教会 也实在是令人十分的佩服 有一次他就应邀来美国讲学 他到哈佛 普林斯顿 耶鲁大学去讲学 在演讲之后 问题解答就来到 其中有一个学生 就问一个这样的问题 他问他说 你对耶稣基督知道多少 你对耶稣基督知道多少 那巴特这个神学家 听到这问题之后 他就一时沉默下来 最后呢 他抬起头来 回答这句话讲说 耶稣基督爱我 我知道 耶稣基督爱我 这些我知 这套哥我相信我们都知道 但是这一位神学家 人们所敬佩的 博学的神学家 他的回答居然是 耶稣爱我 我知道 你知道耶稣爱你吗 我相信你讲说 我知道 因为耶稣为我而死 但是你真的知道 耶稣爱你吗 神的爱的确在 耶稣身上彰显的完全 神的爱是这样的 超级的爱 神的爱是这样 牺牲的爱 神的爱是这样的 守约的爱 神的爱是这样的 完全不变的爱 世上圣经里头 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节 告诉我们 神就是爱 神就是爱 所以神他不会停止爱我们 而且他称我们是 蒙爱的儿女 他称你跟我这一群 相信耶稣基督人 是神所爱的儿女 而神又是爱 他永远不会停止爱你跟我 但是我们却会在 我们自己的犯罪当中 就远离了神的爱 就好像我在前一阵子 提到一个这样的比喻 我们凤凰城的太阳是有名 在白天的时候 这个太阳普照整个的市区 每一个人不会被照到 但是你可以离开这个太阳光 假如你撑起闪来 假如你进入建筑物里面 那你就离开了太阳光 我就用这比喻来让我们再次被提醒 神就是爱 他的爱不会停止 他一定爱我们这群 他讲说他所爱的儿女 但是我们却会因我们的犯罪 而离开神的爱 这就为什么 这就为什么 犹大书21节讲说 亲爱的弟兄们 你要在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 然后要保守自己 藏在神的爱中 在这里就提到我们的责任 因为神就是爱 我们必须要在神的爱中 但是我们的犯罪 却使我们离开神的爱 那我们怎么来保守自己 在神的爱当中 这是你我的责任 是我们必须要操练 那怎么保守呢 在圣经当中 约翰福音书里头告诉我们 他讲说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藏在我的爱里 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 藏在他的爱里 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来念 这个非常宝贵的经节 我们一起来念 来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藏在我的爱里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藏在他的爱里 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假如我们 能够遵守神的命令 我们就可以在神的爱里 但是因为我们的心 常常分心 或是我们常说花心 常常变来变去 以至于我们就远离了神的爱 所以我相信除了遵守 耶稳守耶稣基督的命令以外 我们可以保守在神的爱里 还有一种另外一种就是很积极的 让我们满足于神的爱 好让我们能够不会离开 就好像我们所熟悉的 当人们在那边热恋的时候 在谈恋爱的时候 思想都想到对方 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但是你只要有一点空闲的时候 你就会思想到你所爱的那一位 然后你所计划的事情 你都会想到说 怎么来与对方来相处 怎么来做一些事情 能够来讨他的喜悦 那这种就是满足于那种的爱 以至于你的心就不会偏邪 所以弟兄姐妹 让我们来学习 特别是在今天的信息当中 能够来满足于神的爱 那怎么来满足呢 让我们来操练这几件事情 第一个我们要操练的 就是要单独的操练每一天的灵修 你说杨牧师老生常谈 这个我们也知道 不错 但是你可以晓得 为什么一直要谈 是因为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我们还需要被提醒 我们每一天都需要花时间 单独与我们的神在一起 为什么呢 基本上我们从心理学角度来看 当人们心里的需要最大的就是被爱 当我们谈到说我们被爱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盼望能够有两件事情得着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盼望我们自己被接纳 这接纳是无条件的接纳 这接纳是凭着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 不会来离开我们 这是我们在被爱的时候那种所需要感觉就是 这是我们被对方所接纳 25りま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